不管她的事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 我被虚毒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 只求新话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完醒来 再去收拾残骸 你看 君胖给你一千分 我自己认为的唱歌唱得很好听 是两种人 一种是所有她的技巧都非常非常好 另外一种就是几乎没有技巧的干净 你是哪一种 我是 她是发明这两种的 对 说得真好 大王老师不要这样 我之前有看过她的一些片段 因为她特点就是万物皆可山歌 所以我想让你就是在老师面前展现一下你的万物皆可山歌的样子 那就是你的吧 我的歌 天空尖头的角落 在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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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OP她刚刚唱的那个 有点点像是山歌的一种 吟唱的方式 你可不可以跟老师来玩一下 J-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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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对于现在这一个组合有一些焦虑 年龄上的焦虑吧 因为今年25了 引起了公分 我四十二我还在唱跳 我五十五了 我依然美少女 舞台生存战最终公色 现在开启 让我们掌声尖叫欢迎舞台推荐人Ella 陈佳化 周深 黄岐山 创意总监 王嘉尔 特邀舞台推荐人 大张伟 欢迎各位 两个舞台我都觉得有点可惜 到临门给一脚的时候 你就是差那一下 我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个状态 不要忘记一开始自己为什么做音乐 我再碰见别的艺人朋友 我都会说这个节目有一个这样的舞台 让我记忆犹新了不解 我觉得人世间其实最痛的就是那些 没有办法好好道别 因为人没了 就真的没了 黄妈也没有什么多的奢求 就是说以后再碰到说 你叫我一声黄妈我就够了 黄妈 黄妈 我们都爱黄妈 冠冠军揭晓舞台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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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张伟 万物圣开法国 舞台开启 只要我不在乎 只要我不在乎 就没什么能伤害我 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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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岁没有眼睛 十九岁有什么 有一颗养老的心吗 这就叫人歌合一 你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看表演看到起乞笔疙瘩的 我毫不犹豫地展示我对你的喜欢 谢谢老师 工冠者张玉子排名为第一名 大家好 我是王OKOK王 我只是想把音乐当日记去记录自己的某些刻骨 虽然生命正在倒数 但我只活今天下午 不想再等待表压 只想做快乐老娘 今天这舞台很直接很纯粹 我很喜欢 舞超OK王OK 各位老师好 我叫吴瑶涛 今年十九岁 他太真诚了 所有的东西都抵不过他的真诚 大家真的都是被你震撼到 对 皇妈竟然哭了 她脸让我看到了我的青春 我是佩玲来自马来西亚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唱歌 冒险者林佩玲 冒险失败 第一场公演主题 双人舞台 真正在我身上 佩玲唱得让我心服口服 就不是清楚我 一直打不我牵扯 一次又坠落成迷魂激化 你飞不普通 摇头很像是 一直在班里很内向的一个男孩子 突然可以用他最大的声音 去喊出他最真心的话 工作第二场 1v1对决 好 张狱子 你是一个超级能力者 i just appreciate how real and genuine you guys are 你们试图用自己的技术 你可以再更多更 crazy 一点 舞台第三场联盟之战 这一名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才能把我拿到150 每一次舞台我都很认真 这一次我真的很希望 告诉大家王OK是谁 我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 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 刚才那段是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好的自我介绍 这就是卓海豚 对 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卓海豚 恭喜卓海豚 本场排名第一名 算是第一次打第一名 不要再失败孤独中 这一次我真的变了 但是我会去争取 舞台第四场酸甜八分钟 我们可以勇敢地暴露自己的脆弱 没关系 因为总会遇到一个人 愿意接住你 今天我最惊讶的就是涛涛 你的风格 你整个态度 整个你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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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很坚定地说 我想为我所有爱我的人 还有我爱的人 进入总决赛 佩玲 感觉不再惧怕任何东西了 真的有一种大解大的感觉 气场全开 转眼的最后一轮 我真的没想过自己会 Top5 我觉得我真的走到Top5 已经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突然间觉得我好厉害 我总觉得在来我肯定要唱自己想唱的 我能唱自己写的歌 就我不管说他能不能赢 或者能不能打 那起码它是我嘛 这一场已经来了 你要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好 我现在害不害怕其实也没有用的 你走到这个地步 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人的期待 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就可以了 我觉得能进Top5的人 更不是平反着 既然都到决赛了 那就拼刺刀吧 我这一场 只想守护我自己 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我们舞台2013的Top5 欢迎他们 最终公策生存规则马上揭晓 最后的两次舞台机会 你们将面对凡减两大考核 两轮成绩累积决出最终的公策总冠军 本场最终命运将由四方来决定 第一选择方现场八百位舞台支持团 欢迎各位 第二选择方舞台推荐人 及创意总监 每位舞台推荐人 今天可以选择推荐一位舞台歌手 而他将获得十点实力值 计入总成绩 第三选择方 行业支持团 选择自己所欣赏的歌手 向你们发来行业 over 第四选择方 线上支持团 线上支持团们 已经决定了最终公策的生存模式 最终公策生存模式 现在揭晓 我觉得这个夏天 每一个孩子都是冠军 可是偏偏这个舞台 他就是要设立一个冠军 有请舞台推荐人 和所有舞台歌手 带来冠军揭晓舞台 自己 接下来我要把麦克风 交给舞台2023总冠军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舞台生存战最终公策 现在开启 第一轮舞台考核 凡舞台 在凡多舞台元素中 你能否让自己成为绝对的舞台中心 你就是刹那一下 用你的声音去给别人一脚 我要让大家知道 网络可以值得所有的好 我觉得他什么样的歌曲 什么样的舞台 他都能消化 不要掏这种硬哼歌 属于拿刀子扎人 他拿刀子扎了 扎了别人自个手也怪了 我觉得今天的佩玲三个字 女王范 我好喜欢这样的名 她们参加过六次 我得去个四回吧 我了不起 要我早改行了 第二轮舞台考核 减舞台 舞台回归最初 只有自己 只靠表演 无话可说 经过后 这是不一样 我现在快评你的爱 她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孩子 在音乐里面 记录了奶奶的声音 手手一挽起扎打着 自拍 站在舞台上的还是那个玉子 你就继续往前走就好 只要玉子还喜欢玉子 人生来就是苦乐餐外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自己 我觉得这个夏天 每一个孩子都是冠军 我想爱每一个孩子 有请舞台推荐人 和所有舞台歌手 带来冠军揭晓舞台 自己 转眼的第一 最后一轮 我真的没想过自己会 到今天Top 5 我觉得我今天 能走到Top 5 已经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突然间觉得我好厉害 我总觉得赛了 我肯定要唱自己想唱的 我要唱自己写的歌 我不管说他能不能赢 或者能不能打 他起码他是我 这一场已经来了 要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好 我现在害不害怕 其实也没有用了 你走到这个地步 那你自然而然 就会有很多人的一个期待 不辜负他们期待就可以了 我觉得能进Top 5的人 都不是平反者 既然都到决赛了 那就拼次刀吧 就不要再你守我 我守你 我没有想守护的人了 我这一场 只想守护我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